曹操攻陷汉中时 刘备早已拿下了一周 达一年有余 汉中是川鼠的门户 一旦落入了曹军之手 一周是断断无法九持的 这个道理刘备当然明白 可奇怪的是 他却任由张鲁战败 而并未实以援手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荆州出事了 当时刘备本人根本就不在成都 时间回到公元208年底 赤壁之败后 曹操退走 周瑜开始死磕江陵城 刘备也想要江陵 但奈何实力不济 只能以荆州刺史刘齐的名义南下 攻取了京南四郡 说实话 此时刘备并不理亏 因为京南四郡属于曹战区 周瑜把所有的兵力 全拉到了江陵城下 已经没有分兵去京南的实力了 再说江陵作为南郡的治所 是荆州的水路交通枢纽和第一重镇 就算京南四郡加在一起 也不如南郡的战略地位关键 毕竟刘备精 周瑜也不傻 就这样熬战了一年有余 公元209年底 曹仁退走 周瑜终于攻陷了江陵 大半个南郡落入了孙权的腰包 作为对张飞参战和关于绝北道的回报 周瑜将南郡江水南岸的地盘分给了刘备 于是孙权拥有了南郡江水北岸的土地 而刘备则完全占据了 荆州江水南岸的全部地盘 此时孙刘两家可谓是各凭实力 各取所需 利益分配也算公平公道 谁也没意见 谁也不欠谁 可尴尬的是 刘备手里的地盘看似很大 却是四六不靠 北边既够不着曹操 不能北上中原 西边又进不了川鼠 无法图谋一周 只能东进打江州或者南下 攻占对逐鹿中原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交州 照这样下去 隆重对李东杰孙权 跨有精益一统天下的构想 也就成了空谈 无奈之下 刘备只得放下身段 冒着风险 亲赴惊口 请求借南郡 可周瑜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这事也就暂时搁浅了 刘备不是视线 他不会满足做一辈子土财柱 随着自身实力的日益壮大 一场发生在孙刘两家之间的 为抢夺南郡而爆发的战争 看似已不可避免 平心而论 如果真打起来 以周瑜的用兵水平和江凌城的坚固程度 刘备也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 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两败俱伤 但刘备的运气好就好在 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年仅36岁的周瑜竟然去世了 于是江东的国策 自孙策死后第二次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鲁肃的斡旋之下 孙刘联盟急剧升温 再次进入蜜月期 很快 宗泉便下令 命鲁肃移师路口 南郡太守城浦 推至江夏 正式将手里南郡江水北岸的地盘 移交给了刘备 刘备也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的 轻松得到了 这座曾让江东的将士们 洒尽热血的江陵城 得到了正面对抗曹军 一血长板坡之尺的机会 也得到了一张梦寐以求的 可以随时吸进入蜀的珍贵门票 相信在率领大军 离开公安 进驻江陵的那一天 刘备之前抑郁的心情 一定舒畅了 之前晦暗的天空 一定晴朗了 就连公元210年 寒冬冰冷的江水 也被明媚的阳光 照得柔滑而温暖了 孙权可能是怕憋疯了的刘备 与自己交战 也可能是想让刘备 为自己分担一些 抗曹的压力 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孙权都是实打实吃了亏的 也维护了孙刘联盟的大局 毕竟对一个枭雄来说 在没有受到任何武力攻打 或威胁的情况下 能主动将千辛万苦 打下来的地盘 给借出去 这份诚意 就足以让人敬佩 当然 作为江东独一党的战略大师 鲁肃的意见 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年后 即公元214年下 刘备攻占了一周 孙权则拿下了完成 两个月后 曹操清零合肥 江东北面的防守压力 陡然加大 孙权无暇西顾 刘备也在忙着封赏诸将 巩固胜利成果 直到同年底 曹操撤回叶城 并随即开始向汉中用兵 第二年三月 曹操到达陈仓 而孙权派来的使者诸葛锦 也与同时来到了成都 目的是请刘备归还长沙 林林和贵阳 这三个郡 孙权是真会挑时候 曹操马上就要南下 张鲁八成顶不住 而对刘备来说 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北上 要么帮张鲁防守 要么断了曹军后路 最起码也要沉冰白水关 给曹操以震慑 使其知难而退 因为汉中是川鼠的命门 是万万不能让给曹操的 况且孙权是战礼的 当年人家邀请你一起进攻一周 你说刘章是咱们的盟友 谁要是欺负盟友 你就披头散发 归隐山林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可转过头 就言而无信的 独吞了盟友的地盘 人家孙权 没给你翻脸吧 你借走了南郡 又攻占了益州 刚刚得手 立足未稳的时候 人家没给你要吧 现在大半年过去了 你是黑不提白不提 人家才找上门的吧 人家知道江陵 是你的命根子 所以没给你要南郡吧 人家要的是 京南的三个郡 这不算过分吧 郊州早就已经归属孙权了 长沙和贵阳 卡着南下郊州的要道 人家去一趟自己的地盘 还得从你这借到 这不叫个事吧 所以孙权这次 可谓是有理有据 且时机选的也好 两家还是联盟关系 孙权可能真的以为刘备 会爽快的一口答应 没准还会修书一封 了表歉意 可他绝想不到 竟然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当时刘备对诸葛锦说 等我攻占了梁州 就把荆州还给你们 孙权听闻这话 当即是勃然大怒 这不是拿我当傻的吗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合着你刘备 是个只但便宜 不吃亏的主 其实刘备这话 说的这么难听 也确实欠考虑了 这等于是逼着孙权 与自己翻脸 但孙权仍然忍着 没有东粗 而是派了三个太守 去长沙 玲玲和贵阳上任 结果竟然被关羽给撵了回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孙权是忍无可忍了 估计他要是再不动手 这江东之主也就没法干了 于是孙权便在盛怒之下 命吕蒙率兵去夺取这三个军 刘备闻讯后 当即命关羽 带着荆州兵主力南下 自己则亲率五万大军 全速东进 很快便到达了公安 五万大军 要知道 这已经基本是刘备在一周 能第一时间动员起来的 全部兵力了 要知道曹操在这个时候 已经南下了 这就意味着 如果张鲁迅速投降 曹军主力继续南下 整个一周将唾手可得 毫无还手之力 刘备 这是压上了毕生的事业 在祖国 这是冒着将一周拱手相让的风险 去孙权面前当老赖 刘备也刘备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的战略眼光呢 你汉贼不两立的誓言呢 你莲武抗曹 一统天下的宏愿呢 你的龙中队呢 我现在怀疑鲁速 就是被你给活活气死的 公元215年春 孙权派吕蒙都率先于丹 徐忠孙归等将领 率两万兵马 共取长沙 零零和贵阳三郡 当时的京南人口稀少 又不是战略要地 因此防守非常薄弱 吕蒙到达之后 并未急于攻城 而是分别给三郡太守 写去了一封信 长沙和贵阳二郡 望风归降 只有零零太守好谱 坚守不详 消息传到江陵 关羽当季命人 日夜兼程赶赴成都 询问刘备该如何应对 刘备急令关羽 率三万人 南下迎战吕蒙 自己则亲率五万大军 紧随其后 杀气腾腾地直奔 静州而来 当时孙权已经到达了路口 鲁肃和甘宁 则带着一万多人 驻扎在一阳 孙权听闻关羽 率静州兵主力南下 担心鲁肃等人有危险 于是便急令吕蒙 暂时放弃攻打玲玲 火速返回一阳救援 此时 吕蒙刚刚平定长沙 正在赶去玲玲的路上 已经走到了玲县 接到孙权的赵令之后 吕蒙密而不宣 当夜照常召集众将领 部署明日攻城的战略 当时玲玲太守 豪朴地就有邓玄之 在吕蒙军中 吕蒙对他说 曹军现在已经到了汉中 刘备都火烧眉毛了 自救都来不及 哪里还能救得了玲玲呢 关羽又远在江陵 玲玲守军稀少 我明日兵临城下 用不了一天就能破城 希望您先去面见豪朴 让他明白自己的境遇 当夜邓玄之便来到玲玲 把吕蒙的话 转述给了豪朴 豪朴信以为真 于是便答应投降 第二天早晨 吕蒙预先埋伏好人手 等豪朴一出城 吕蒙便热情的拉住他的手 其他人则马上抢占了城门 玲玲就这样被吕蒙轻松拿下 见计划成功 吕蒙便将孙权的信 交给豪朴看 豪朴一见之下才知道 吕蒙根本就没时间攻城 且刘备已经到达公安 关羽也到了异扬 豪朴知道众计 惭愧不已 大呼上当 吕蒙则看着豪朴懊悔的表情 拍着手放声大笑 吕蒙戎马半生 极善用兵 豪朴和邓玄之这两个文人 又怎么儿得过他呢 随后吕蒙留下孙角善后 自己则立刻北上 直奔异扬而来 鲁肃听说关羽 消选了精锐部族五千人 意图堵住滋水上游的潜水地带 趁夜里涉水渡河 于是便召集正将领上一对策 当时甘宁的手下只有三百部曲 他对鲁肃说 请您再给我增添五百人 我前去对付他 只要关羽胆敢渡河 我就能将其擒获 鲁肃欣赏甘宁的勇气 当即便拨给了他一千人 甘宁连夜赶到潜水区设防 关羽听说甘宁守在了对岸 于是便放弃了渡河的计划 并开始在河岸边扎营 很快吕蒙 孙角和潘璋等人 也陆续率本部兵马赶来 两军隔滋水 展开了剑拔弩张的对峙 此时的孙流联盟 已到了破裂的边缘 鲁肃为了维护大局 不让曹操有机可乘 决定邀请关羽 当面商谈 会见的地点 史书中没有记载 但应该在滋水的北岸 这也就是为什么江东的将领们 都怕关羽会突然发难 因而不同意鲁肃前去赴会的原因 可鲁肃却说 刘备已经辜负了我们江东 关羽又怎么再敢伤害我的性命呢 当时双方的兵马都站在百步之外 只有将领们可以带着随身的配刀 前来参会 史称单刀聚会 这也就是小说里 关羽长单刀赴会的故事原型 不过真实情况 反而是鲁肃冒的风险 要更大一些 两人刚一落座 鲁肃便说 我主孙权真心诚意的 将土地借给你们 是因为你们当时兵败 没有立足之地 现在你们已经得到了一周 却连京南的三个郡 都不愿意归还 这是何道理呢 鲁肃的话还没有说完 关羽身后有个将领插话道 地盘向来是有德者拒之 哪有长期归属一家的 鲁肃文言当即历生呵斥 神色非常愤怒 关羽拿着刀 站起来对身后说 国家大事 你知道什么 同时使了个眼色 命此人离开 鲁肃又说道 如今你们已经攻占了一周 竟然还想完全吞并 荆州 这是普通人都不忍心做的事情 更何况一国之君呢 关羽知道自己不占理 因而无言以对 之后 双方便各自撤回了营地 关羽虽然奉命 读荆州士 但这样的大事 他其实是没有决策权的 因此这场单刀会 这是缓解了两军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不能看出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要想真正打破僵局 必须得刘备发话才行 同年七月 曹军抵达阳平关 消息传到公安 刘备这才慌了神 急忙派使者前赴路口 向孙权请和 孙权责命诸葛锦回访 两家很快达成协议 约定以香水为界 平分荆州 香水以东的长沙郡 贵阳郡和江夏郡归孙权 以西的零零郡 武林郡 再加上南郡归刘备 盟约签署之后 刘备一刻也没停留 还是领着那五万大军 开始火急火燎的 往益州赶 可走在路上 就听说了杨平关事手 张鲁难逃的消息 刘备急忙命皇权率重将 前往霸中迎接 可一切为时已晚 很快张鲁便返回南郑 正式投降 汉中全境 尽归曹操所有 回首整个事件 孙权表现得极为克制 也更不全大局 要知道江夏郡 本来就在孙权手里 刘备其实只还了 长沙和桂阳 这两个郡 即使零零郡 此前已经被吕蒙拿下了 即使刘备 此时已经是盲刺在背了 可孙权 也仍然没有趁此机会 跟刘备过多的计较 而是大度的 接受了刘备的 合一请求 使其能够赶紧回去 部署益州的防守工作 并爽快的 将已经到手的零零郡 还给了关羽 不讲理的刘备 则是既没占到小便宜 又吃了大亏 可谓是人才两空 假使刘备能够着眼全局 早早的考虑孙权的要求 哪怕先还一个郡 给孙权一个台阶下 或者拿出点诚意 让关羽跟鲁肃先期接洽一下 也不至于是矛盾 计划到这种程度 到那时 刘备可以轻率主力北上 汉中也大概率不会丢 刘备啊刘备 你知道丢了汉中 日后再想拿回来 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 对孙权的心理 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吗 所以香水化解 并没有从根本上 化解孙刘双方的矛盾 事实上 从刘备亲帅大军 气势汹汹的东晋时 这道裂痕 便已恶化到 再也无法愈合了 等到孙权身边的 最后一位明白人 连流抗朝的总设计师 鲁肃病逝之后 曾经坚不可摧的孙刘联盟 也就伴随着赤壁逝去的辉煌 和后人长长的叹息 而被埋进了黄土 万劫不复了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夏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 请订阅我的频道